原警進到銀行內對身穿黑衣的 蕭信男子進行關心 因為他想要零貴提款一百七十萬 但他要領錢的帳戶是警示帳戶 航員覺得怪怪的立刻通報警方到場 警方到場了解狀況 懷疑蕭信男子和另一名 跟他一起到銀行的徐信男子 兩個人是車手 將他們帶回警局 不過調查後發現 原來車手是徐信男子 蕭信男子是被徐信男子控制 逼迫到銀行領錢 而且他們還有一名共犯田信主 田信男子負責在銀行外接應 被女警發現一起帶回警局 消息男子說他是應徵汽車美容保養廠工作 但後來徐信男子和田信男子 假借薪資轉帳為由 要求他提供存折提款卡及印章給公司 之後就將他囚禁淋虐 在日租套房八天 再押到銀行提款 警方抓到兩名車手 以傷害詐欺罪 洗錢防治法等罪移送 但消息男子也有參與提款 因此也一起被移送 華為新聞